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幼稚園跳到現在 我幾多歲就扣五年 其實我小時候是由跳中國舞開始 我中國舞 去到中學的時候就接觸現代舞 Jazz Fun 去到大學的時候就接觸其他舞種 譬如Hip Hop、Racking 我有曾經學過Locking的 但我真的學不懂 所以就沒有特別接觸 其實到現在KPOP 有時候都會跟朋友一起 可能就是看KPOP的舞 自己去學自己去排練 其實我自己在家 有時候聽音樂就會自己在那裡 如果是想最初學一些基本步驟的話 其實在網上也有很多短片 是做一些基本功的 其實看過一些都可以學到一些基本的動作 因為如果真的要跳得好看 其實真的由基本功學戲 因為最初其實我接觸那個劇團 是因為暖上十二星座這部舞台劇 但大家都知道 延期延到今年的一月 後來中間就接了第二部 是School Tour的一個劇 就是講環保的 我在裡面是飾演兩個角色 一個就是一個未來的一個博士 這個博士就是很神經質和很搞笑的 然後我就要再飾演一個CEO 一人分析兩個 其實對我來說是挺大的挑戰 那個CEO是一個很有環保意識的人 他很希望他的女兒可以變得環保 去找很多方法去幫他的女兒 因為這個故事 我自己發覺真的很喜歡演戲 因為其實真的很好玩 在這個故事上 你要怎樣去 突然間有一個很爆 很搞笑的一個角色 突然間變得很斯文 很正經的一個CEO 其實裡面中間那個轉換 是會有時候令到我 好有趣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快 就去做了另一件事 對,很好玩 下一位出場的是黃淑儀 Fion 她的表演項目是跳舞 又因為疫情 其實很多工作都沒有了 因為這個原因 變了很多公開的演出都沒有了 又很少人認識到我 變了後來有一個機會 就是有人邀請我 ViuTV搞這個活動 不如你試一下吧 因為這樣就去了報名 也進去試 對 給我什麼 嗯 雖然最後那個結果是不好的 但是又很有趣 因為我這個 《全民造星》的那個 節目出去了之後 我就 IG多了很多粉絲去追蹤我 還有他們都會跟我說 但我不值得 他們都會覺得 我是做得很好 他們很多的鼓勵說話 還有支持我 還有肯定我的說話 我是最大的得著 而且很開心 首先演藝方面 其實我自己本身 去年是已經規劃了自己的計劃 會出一首歌 因為疫情關係 最後都出不了 我都希望今年可以 這首單曲能夠正式推出 其次就是 我自己都會開始做一些小生意 搞店 都希望不要規範自己 我其實想在 無論疫情也好 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做多一些新的嘗試 趁自己年輕的時候 做一些小生意 看看可不可以拿到一些好的經驗 嗯 開心的 因為大家都喜歡看我的漂亮的照片 我自己其實 我不抗拒拍照 但我喜歡拍一些我自己喜歡拍的照片 所以很有趣 我以前最初出道的時候 很多龍友找我拍照 然後 我都會跟他們溝通 我才決定拍不拍 結果就是 因為他們拍的東西 就比較 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那我就 拒絕了很多 就被人說我很囂張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或者我又不是收你錢又怎樣 又怎樣 我就是喜歡拍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我又不覺得這個是全 我只不過有少許性格 還有一些要求 那 但我自己很喜歡拍照 所以其實 我一直在IG貼圖很多 都是我自己覺得 哇很漂亮啊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的照片 這樣 好 好 好